我们是同属一个中华民族 而且两岸一加七 尤其在这种场所里面 总书记发的贺信是得外的让我们振奋 他也提到的两岸同胞是命运共同体 的确是这样子的 因为两岸之间的经济融合发展 优劣是富富 奠定了伟大中华民族复兴非常重要的一番 尤其在经济方面 我们台资企业之前都依托着 祖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 而且目前祖国大陆经济发展的态势 是非常明显的 总书记再三的强调 怎么利用两岸企业家这个平台 来共创未来的经济发展 两岸之间的经济发展 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未来的经济发展 有赖于两岸的企业家 共同携手合作 优劣势来复补 尤其最近我们看得到 祖国大陆推出了很多的政策 来协助台资企业如何去扣大内息的吸取 之前我们台资企业短板 就是说都是做外销型的企业 对于内息企业的发展欠赏它的动物 有祖国大陆各项政策扶持 未来我们台资企业 一定可以在内息市场 取得非常大的一席之地 我们两岸之间的融合发展 乃至于土国的统一大业 一定在这些未来十年中 再上一个新的旅程边 我们的旅程